歐洲議會同樣注意看 一樣跟剛才的職委會 一樣任期都是五年 任期五年議員有766位 同樣注意看這個數目會變化的 有時候可能740幾 或者是有時候750幾 為什麼會這麼變化呢 因為它基本上是什麼 人數大概是隨著會員活的人數 地理面積各個這樣子計算出來的 所以不是每一次都剛巧這個數目 而且那當然隨著會員活的增加 這個也會增加嘛對不對 同樣注意看 它的工作地點很奇怪 我們台灣的立法院不都是只在台北嗎 對不對 那同樣注意看 它這個工作地點呢 在比利時的什麼 哎 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 就大家知道對不對 那另外呢 在什麼 史特拉斯堡是在哪裡啊 陳秋蓬 陳秋蓉 廖夜翔 柳志峰 柳志峰 史特拉斯巴 大碗 林轩玉 請說 吳欣佑 請說 大飛 這地方風景還不錯喔 在南歐 哪一個國家 這個城市已經算是比較接近南歐了 往下 你不要往上想 往下想 不知道 戴君彥 請說 不知道 陳佑君 曾昭涵 請說 法國 法國啊 為什麼還嗎 不確定 的確是在法國 在法國的南部 不是北部 因為大家都講巴黎 就往北部想啦 他是南部 陳奕憲 那為什麼你看 注意看喔 布魯塞爾在上面喔 他在下面喔 對不對 那為什麼跑那麼遠啊 然後又來個盧森堡 開個會怎麼這麼累啊 跑三個地方 有沒有注意到喔 這很特別啊 大聲一點 因為是法國的政黨 因為是法國怎樣 法國的政黨 跨國 哦 跨國啊 哦哦哦哦 好好好 你往這個方向想 那當然因為他28個國家嘛 對不對 當然 那你可以講 那老師那28個國家輪流 還會不是也行 那的確什麼 也是一個辦法 但是什麼 那又另一個 那又有別的問題 所以好 黃宛柔 你的看法呢 不就在布魯塞爾 才會算了吧 好 好 好 反正注意看 有些國 你說考量有些個地理位置 會不會太遠喔 那首先注意看啊 其實布魯塞爾不是也在很邊邊嗎 整個歐洲的地圖 你看他是在什麼啊 靠近英國啦 對不對 那當然你說 總部放在布魯塞爾 同學注意看 不僅所有的 剛才講的 元首會議開會 還有什麼 剛才講的行政院 各方面 怎麼都放在布魯塞爾 那當然我們不得不承認 當時比利時的什麼 外交是非常成功的 他把國際組織 拉到他自己國家來 同學注意喔 因為歐盟在布魯塞爾 所以布魯塞爾的很多都市計畫相關的大樓 因為歐盟要用好多空間嘛 你有 有什麼 那時候 是 方便得罩兩個 哦 你說得罩兩個方便他們兩個 強國 好 同學注意看 國際組織 不管歐盟也好 聯合國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國際組織 聯合國反倒是例外 放在紐約 那當然反映了什麼 二次世界大戰 最後什麼 只剩的一個真正的戰勝國就是美國 對不對 那當然他也是最後進來參戰啊 然後收割所有的成果嘛 對不對 最後進來 然後成果他全拿嘛 對不對 所以放在紐約 除此之外 你們注意看 大概很多國際組織什麼啊 他即便放在大城市 但是你們注意看有一個原則 就是負責人 大概都是小國輪流來當 這樣才能大國小國之間取得一個平衡啊 對不對 要不然什麼都是你大國在操縱 那小國進去不就是只剩投降了嗎 對不對 人家都不能動啦 對不對 所以你們注意看 聯合國即便放在紐約 但是聯合國的秘書長是小國 來自於小國的喔 所以你們注意看 聯合國秘書長輪流 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輪流的啊 那歐盟這邊呢 一樣 老師剛才講 比利時呢在戰後 你們注意看 他們也對德國什麼啊 弄得很慘 也被希特勒搞得人羊馬翻啊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 比利時當時的外交非常靈活 也就是說 我被德國搞得人羊馬翻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重建 我需要資金 那我也需要市場 對不對 那當然什麼 我也希望我這邊變成一個權力中心 使得什麼 德國以後想要再對付我的話呢 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嘛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看 以後我們還會介紹的北約 他的總部全在布魯塞爾啊 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 當時比利時的外交是非常成功的 我把國際的總部 同學注意看 現在新加坡也在學啊 我的小國的什麼 發展經濟 這所謂的什麼 國際組織經濟學 可以讓我賺錢 我布魯塞爾的公共建設 很多都是北 這個 歐盟北約都幫我建設嗎 看到沒有 所以你們有機會去 或者是已經有同學去過 你們會發覺 布魯塞爾這個 這麼小的國家 你看他的建設 卻是大國的建設啊 他為什麼大國建設 就是因為周邊國家 邊界都對他打通啊 所以他整個的規劃是 以容納歐洲大部分為考量啊 對不對 甚至你們在布魯塞爾 也可以看到什麼 盧森堡的公車也開過去 好多國家的公車 有開到 我們在台南看不到外國的公車 開過來啊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周邊都是海嘛 你跟英國一樣啊 公選海外啊 所以你就沒有這個條件啊 對不對 那比利時就抓到他們的優勢嘛 所以什麼 比利時很快的什麼 和德國握手言和啊 因為他發覺什麼 我即便內心恨死你德國人啊 但是我也必須什麼 和你改善關係 我也必須接待你這個大魔頭 對不對 就是為了成就我的什麼 在戰後在歐洲的地位嘛 我是要當領導者啊 對不對 我要把大家都整合起來 我們才能夠制衡你這個德國啊 對不對 甚至也把你德國納入嘛 所以同意看到沒有 比利時當時反應非常快 所以我們不得不佩服歐洲這些小國 他們為什麼可以什麼 國家民土面積那比我們台灣還小啊 但是國民所得比我們高那麼多 國際影響力是不成正比的高 就是什麼 當時什麼 他能咽下這口氣啊 他們難道不討厭德國嗎 到今天其實都還討厭啊 但是什麼 我就理解到什麼 我光討厭你沒有用嘛 對不對 我還是要趕快翻轉我的這個地位啊 對不對 那但是呢 那光你翻轉 那我也想翻轉啊 那盧森堡不是也想啊 盧森堡比比利時更小啊 對不對 所以同意注意看啊 為什麼這個議會呢 因為我們剛剛看是不是 七百多個議員啊 老師以前是上課有提到過 在座有同學畢業以後 是不是喜歡從事社外的工作 對不對 不管是外交官或者是什麼 外商企業啊 社外的這些工作 你會發覺什麼 等他們的什麼 待遇都非常好的啊 這個歐洲議會的議員 在國際之間 聯合國的什麼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的工作人員是什麼 等同國際公務員啊 進出機場都享有優惠的 先不要說別的了 那這個議員等級又更高 對不對 老師要講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們去哪裡開會 他不會去住到民宿裡面 他住的旅館 連三星的都不會了 最爛最爛也是四星的旅館吧 你們上網去查查看 四星的旅館 除非什麼 在垃圾堆旁邊啊 不可能嘛 你四星旅館在垃圾堆旁邊啊 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要價什麼 一個晚上大概都是上千的歐元都有可能 那或者是幾百塊的歐元都可能啊 對不對 那朋友想想想看 七百六十六個 一個晚上 光住旅館 就要支出多少 那開會也不只開一天啊 對不對 那還有身邊還要帶著大祕小祕 大祕書小祕書 對不對 大祕小祕也得跟去啊 對不對 那只有多少人啊 會議經濟學啊 我要賺這個錢啊 那一天到晚都是你布魯塞爾在賺 我不爽啊 你要賺我也要賺啊 所以同學注意看 全世界為什麼那麼多國家搶的辦國際會議 那不是糊里糊塗亂辦的啊 對不對 別的不說好了 開國際會議期間 光那一個會議賺的錢 都是我們無法想像的啊 對不對 甚至有一些比較 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 他就是希望透過開什麼啊 國際會議能夠翻轉啊 對不對 舉例來講 你這個國家真的比較落後嘛 那國際之間 為了要維護大國和小國之間的平衡 好 那這次輪到你去辦嘛 那你說啊 我什麼都沒有 我連光纖網路都沒有 那怎麼辦 因為我們知道 任何一個國際會議都要發布新聞啊 你要給記者相關的 光纖網路的這些配備啊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這次好讓你國家辦 那國際組織到出錢幫你鋪設光纖網路啊 所以同樣切記這所謂的會議經濟學 就是開國際會議是可以賺錢的 董老師的意思吧 所以呢 不能只有你賺 我也要賺 董老師的意思吧 所以什麼都在你布古塞爾啊 對不對 好 那史特拉斯堡 因為我們說他的地理位置 已經比較靠近南歐了嘛 好 那穆森堡呢 就斜過去剛好 所以你們注意看 他大概比較平均的 在歐盟不同的角落裡面 好 所以你們注意看 就是什麼 他要考量歐盟的什麼平均發展 那老師剛剛都講 元首會議都在布古塞爾嗎 對不對 那現在特別歐債危機之後 那甚至又反恐 對不對 那東歐國家斯洛伐克 你們注意看了沒有 他這回輪到他當元首會議的負責國家 他就什麼 通通拉到我的國家首都來開 為什麼都在你那邊開 可以注意看元首啊 二十八個國家的元首 那元首更是不可能住在民宿裡面啊 對不對 那元首到你的國家去 不只帶一兩個大蜜小蜜啦 對不對 大蜜小蜜還有安全人員 什麼這些吃喝 什麼一加起來 別的不說吧 一個晚上有些國家元首一出動 他旅館一包上百間啊 東老師的意思嗎 那一個晚上賺多少 為什麼老給你比利時賺 我也要賺 看到沒有 那他當然他也不能像老師講的那麼白 我也要賺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說 哎 反恐啊 恐怖分子你們看不都是在巴黎嗎 然後巴黎老師上次不是這麼講嗎 查理周刊的那些恐怖分子 殺完人了以後不是逃到比利時嗎 對不對 所以比利時不是也很緊張嗎 所以斯洛伐克元首就說 你看看 你們那邊現在都是恐怖分子啊 所以開會太危險了 這回就到我那邊去吧 就來了 就等同什麼 這個利子就破了嘛 對啊 他當然不像老師剛才講的那麼白啊 我就是要賺這個錢 你看我講的多好啊 你看我是為了你們的安全嗎 你們那邊現在都是恐怖分子 到處橫行我 這邊最好啊 你看我這邊 風景啊什麼又不錯 對不對 所以什麼 這一次就移到什麼 施惑法過去呢 我也要賺這個錢呢 看到沒有 平衡一下吧 鄧老師的意思 那議會那個時候什麼啊 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 那當然 現在呢 也有人 批評說這樣是不是太浪費了 因為同學注意看 你議會開會 除了老師講的大蜜小蜜之外啊 還有議會各項的法案同學 注意看 你看那個法案堆的多高啊 所以沒有開會之前哦 你們看那個歐洲那些鐵路上那個什麼 一個貨櫃一個貨櫃的什麼 歐洲議會的資料 運到什麼 史特拉斯堡去啊 對不對 那有些人會覺得 那這樣是比較浪費啦 現在的確也有人提出來 那但是基於平衡的這個考量啊 所以你質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被推翻啊 董老師的意思 所以 首先注意看啊 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 大家都搶了辦國際會議 就是他是可以賺錢的 你說辦那個國際奧運賽事 那的確那個時候可以辦 可以賺錢 但是呢 大家質疑你太浪費了 因為辦完了以後 你蓋了那麼多運動的東西 可能什麼 之後就沒有人用啦 那但是開這種會議 你就不用擔心啦 對不對 因為第一 你沒有額外什麼 蓋什麼 大樓嘛 那打個大飯店裡面就可以辦啊 對不對 但是錢就是乖乖的花出來了 就是我賺啊 那下次你賺啊 對不對 所以就不用操啦 董老師的意思 所以他這個地方 分佈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們看 秘叔叔給他放到盧森堡 那所以變成什麼 秘密金毡 所以你們要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接著我們再來看 歐洲議會 他到底掌握什麼權力 老師剛才講 預算 對不對 這所謂的預算呢 也就是說下一個年度 歐盟 到底要花什麼錢 花多少錢 對不對 好 那要先編一下吧 那好 還有 誰要加入 誰不能加入 舉例來講 土耳其 我們不是說 土耳其呢 早就排隊要加入 結果到現在都還沒加進來 那當然最近土耳其跟歐盟 也鬧得很不愉快 為了這個難民 為了反恐 我們之前上個也提到過了 還有老實講的 執行委員會的統一權 那當然大家注意看 國際關係呢 處理是很複雜的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謹慎小心 歐洲議會是從 老實講講 榮克這一屆開始 他才有這個 對於人事任令的否決權 就是這個 統一權 那他定任他也真用了 但是呢 同學注意看 老師之前上課提到過 是一個羅馬尼亞派過來的 一個女性 他其實什麼 在羅馬尼亞轉型的過程中 是個大貪污 他在國內 國內什麼 因為轉型 同學注意看 國際之間轉型啊 冷戰結束以後 全世界好多國家都在轉型 他從共黨的計畫經濟 然後一黨獨大 轉換成什麼 議會民主 加上市場經濟的這個治理模式呢 基本上是非常艱困的 而且有很多肉 都可以下手去拿錢 貪污的 那這種情況呢 比自己國家的老百姓呢 再怎麼抗爭 都對付不了你 所以居然還可以被派到歐盟來 那這邊還想可以搞更大的 所以到最後變成什麼 當然歐盟操作的也很什麼 細膩嘛 也就是說大家先什麼 排名下 就告訴你 你是無法被我們接受的 你這個超級大貪污 在你們國家都鬧成那樣了 再鬧到我們這邊來 我們再接受你 那我們歐盟 歐盟本身同學切記了 也有貪污的情況 同學千萬不要以為外國都沒有貪污的 有的 而且國際組織貪污起來 也是非常嚇人的 那個金額也是很驚人的 那但是沒被抓到啊 對不對 那你這個已經在你國家都被抓到 鬧得沸沸揚揚的 結果你還派來我們歐盟 議會當議員 那怎麼能接受呢 所以私底下不斷的勸退他 那最後當然非常成功 就說你好 如果你不接受我們的勸退 你硬要來的話 我們就公開什麼 動用我們議會心得到這個統一權 封殺你 那那個時候不僅你難看 你的國家也難看 對不對 給你兩個巴掌 給你一個人一個巴掌 給你國家人一個巴掌 你能承受嗎 對不對 所以是把它很細密的把它勸退 所以表面上沒有動用這個權 但實質上已經處理掉了 好這是第二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那議會他提出來的預算 當然他也不能是從哪裡來呢 也就是剛剛老師講的 各個部長 經濟部長 教育部長 各個部長會議裡面呢 提出來草案 就像老師剛才講的 那我這個教育部長 要給我們歐盟這麼多學校多少錢 對不對 我支出我先列出來一個草案 然後什麼 給你什麼 議會來什麼 審核 那但是呢 同學注意看 一開始這個諮商這個階段呢 其實兩邊其實相當 那你一開始呢 議會可以不滿意 不滿意呢 你可以什麼 先跟部長們再商量一下 舉例來講 你巴黎大學坎一比吧 你們反正你們學後都胡保下高 怎麼出了那麼多恐怖分子 你還要這麼多錢 對不對 這就開始什麼 卡看啊 對不對 開始撒假了 對不對 那好 那這個合作呢 可能講說 欸 那巴黎大學或者說法國 法國的教育部長講說 我真的認齋了 我們巴黎大學的確抓到幾個恐怖分子 那好 那我也退一步好了 為了要讓我們法國的所有的大學拿到的錢 不減少的話 那好 法理大學 退讓一點 成就整個法國的教育界 可以從歐盟那邊拿到的錢 所以他可能也願意退讓 所以 諮商然後退讓了以後呢 大家一天一日就可以通過 那當然這後面什麼 舉例來講 有些一開始不同意 後來又同意 有些什麼 因為同意注意看 二十八個國家的問題 或者是二十八個國家的大學 有多少所啊 對不對 那每一個大學裡面的情況 真的也可能不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同意注意看 他們在協商的過程中 他們很會叫價 然後很會殺價的喔 這個是我們在台灣大家基本上什麼 沒有過的這種經驗嘛 對不對喔 所以他們呢 很會叫價很會殺價 但是他們也很務實的知道什麼 該退的時候不退的話 什麼都拿不到 所以該退的時候要退 站在理上的時候呢 也絕對不饒人 該攻的時候就要攻 多搶過來一點 為什麼不好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那好 那如果僵持不下呢 那麼多大學 大家都有一套論述啊 對不對 覺得自己最重要 應該給自己的錢比較多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要有一個什麼 仲裁的機構 讓什麼 大家的意見 能夠什麼 一團數一看 哪有法國的教育部長 絕對不敢說 我們法國的教育界少拿一點 給波蘭多一點 那他回國 他不用回國了吧 對不對 那同樣呢 羅馬尼亞的教育部長 也不敢說 我少拿一點 多給一點 比利時 那他就跳樓了吧 不用回去了 懂老師的意思吧 所以的確大家都說 自己需要最多的時候 那只好什麼 有一個仲裁的機構 在那邊 處理嘛 齁 然後 大家 妥協嘛 要讓 其實來講 大家通通都讓你一點吧 對不對 齁 那好 那有些 我在這邊讓 那你說在另外別的地方 多給我一點吧 我在這邊多給你一點 那你在那邊 多給我一點 大家這樣子 到最後 就能夠達成什麼 一個具體的方案出來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 這個議會 他的這個功能 講到這裡有沒有什麼 不清楚呢 因為我們知道 他這二十八個國家 而且什麼 你們要注意看 為什麼他是比較特別的呢 就在於其他的國際組織 也有些什麼 也是有類似這種議會的機構 那但是呢 他們沒有真正的什麼 稅收 其他的國際組織 你們注意看 大概都是透過消費費的方式 來取得經費 來運作這個國際組織 那只有歐盟是透過繳稅的方式 所以他的經費是源源不絕啊 那老師再舉個例子 我們看美國新當選這個總統 當選人 川普 就指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啊 他指責那一點什麼 就是你們 你們其他人什麼 交的會費 沒有達到這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標準 你們還享受那麼大的權力 要我們美國什麼啊 都在支付 同學注意看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什麼啊 經費 是透過繳會費的方式 就不是像歐盟這樣子 喔 什麼東西都抽稅 對不對 但是 同學注意喔 他們繳的會費也是非常驚人的 多少 同學來喊個駕好了 彭斯相 你喊個駕吧 啊 大師姐 五百億 五百億 喔 王玉幾 七百億 七百 你再加個兩百 喔 許瑞三 你呢喊個價吧 六百 六百 五六七 剛好都有了是 好 什麼貨幣啊 什麼貨幣啊 美元 好 大家都美元 好 大家注意看啊 聽起來不少 但是對於一個安全組織來講 你們的胃口還太小了 他們的會員活 活民所得的兩趴 兩個percent 看到沒有 舉例來講 美國 他進出代的帳面都是上兆的吧 你們看兩趴 是多少 那歐盟 這個北大西原共同學組織的成員 很多喊歐盟是重疊的嘛 他們也是很有錢的國家 兩趴是多少 左一個兩趴又一個兩趴 絕對超過你們的五百億 六百億七百億吧 對不對 那此事 當然大家注意看 川普譴責的情況 的確什麼 最近這幾年是一點多趴 是因為國際金融危機 歐債危機 讓很多國家的收益沒有那麼高 對不對 所以大概都交一點多趴 那也是很驚人嗎 對不對 那當然同學注意看 現在有個調回的地方 特別是在歐洲的地方 我們上課不是講歐盟 那以後講北約也一樣 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歐洲的秩序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把德國控制住嘛 對不對 讓他不再翻轉起來 又發動世界大戰啊 這是一個重點嘛 所以德國也很清楚 所以我把煤啊 鋼啊 交出來跟大家一起陸陸續續發展 經濟方面 就是今天的歐盟 對不對 那安全方面 就是我們之後要提到的北約 那北約最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把俄羅斯的影響力 趕出什麼 歐洲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 那今天那當然 好像把他趕出去了 但是他又經由什麼 烏克蘭事件呢 他不僅用進來 而且把克里米亞島給奪走了 對不對 所以對於什麼 歐盟這邊來講呢 也就是說 在這個軍事安全各方面呢 同學注意看啊 這個費用該多少 那甚至什麼 川普當選了以後 認為你們歐洲國家都是搭電車 就是卡了我美國的油 占我們的便宜 所以在這個壓力之下呢 同學注意看 歐洲現在的因應策略就是說 歐盟能夠維持多久 盡量維持 那但是我們現在對美國這種 西藏 美國這種即興式的這種 新的領導人呢 我也不放心 所以我們現在呢 歐洲看到沒有喔 剛剛這邊講 預算那個地方 軍事預算 軍事方面的決議呢 還是要大家一起什麼 都點頭了才算 所以歐盟現在呢 考慮 已經很嚴肅的考慮 是不是我們歐盟 這28個國家 要自己組一支軍隊 因為你美國這樣子 七上八下的 突然今天來這麼一招 明天不曉得川普又發什麼標 對不對 那我歐盟國家的安全 對不對 我們不能指望你美國啦 對不對 如果負責兩趴 或者負責一點多趴的錢 能夠什麼買一個安全 那當然很好吧 那現在發覺好像 並不必然可以買到安全囉 所以可能什麼 他們自己要什麼 籌組軍隊了 來確保自己的安全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那當然 預算的審核方面呢 那你當然就要擴大支出嘛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 那我們看歐盟呢 他既然他不斷的有收入的情況之下 那老百姓當然也要監督這個錢不能亂花嘛 對不對 也要用到刀口上 所以我們來看他整個這個立法的程序 因為你錢不能亂花 相關的立法呢 也必須非常的具體 讓這個歐盟我們剛才講的行政機構 就是執行委員會呢 能夠依法行政 所以這相關的 大家注意看 研議各種法規 剛才已經提到過 第二部長理事會也提到過 然後什麼 最後議會到過頭來什麼 審核你們這些什麼意見可不可行 好那我們來看 特別現在是民粹 對民主主義這個氣氛影響之下呢 同學注意看喔 歐盟在立法上面呢 他可能什麼 更重視民意嘛 對不對 要不然什麼 同學注意看到沒有 歐洲的老百姓走上街頭 也是很厲害的啊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喔 他這個議會呢 舉例來講 剛才說部長啊什麼 他們提了議案以後 那如果機會覺得沒問題 那就通過 那就是最單純的第一種 這邊最 最單純的這一種 法案被接受啦 很簡單 那議會說 哎呀 你要修改某一部分 那同學注意看喔 不是說你議會說要修改 我就要修改了 同學看到沒有 我可能同意修改 那也沒問題 那就接受了 我就按你說的就改 那就得了 那也很單純喔 那接下來呢 可以注意看呢 部長理事會呢 可能也很強硬啊 你議會要我這麼改 我不覺得合理 所以我不改 那不改怎麼辦 只好什麼 仲裁委員會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來仲裁 那這邊呢 同學看到沒有 你議會提案什麼 你這邊提案 議會馬上給你全部拒絕 同學看到沒有 你全部拒絕 也不表示就真的就 從此定案喔 看到沒有 部長理事會 他也什麼 找仲裁委員會 所以你們看到沒有 歐洲這也就是說 歐洲議會呢 他的權力 有沒有達到說什麼 在議案方面 他要怎樣就怎樣 好像也沒有 他還是有經過一個 溝通協調的這個 一個機制的喔 好那仲裁委員會呢 當然一開始就什麼 做和諧老嘛 對不對喔 那好什麼 他出面來大家協調一下吧 好協調協調以後呢 各退一步 那接受了 好 那對不起 我就是 我堅持己見 我就是堅持己見 我就是不退讓 那也失敗 看到沒有 那如果說 部長議會說叫部長會議 你要休 那部長會議說不休 那好進仲裁委員會 那仲裁委員會裡面 大家也不退讓 都不退讓 那怎麼辦 那就只好 最後什麼 失敗 所以同學注意看 他為什麼 中間設一個仲裁委員會 這個東西 就是什麼 同學注意看喔 28個國家 這麼多的事情 能夠協調出來 變成一個法律草案 送進議會 其實同學注意看 我們就事問事來講 已經很了不起了 甚至有些法案 協調到能夠送上議會的議事桌 那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啊 看到沒有 那真的已經很難得了 所以呢 希望不要青年了 一開始就全給你翻盤啦 拒絕 那這樣子的話 再重來的話 那這個時間上什麼 拖太久 所以同學注意看 也因為如此 建議大家思考 這是不是歐洲老百姓 有一些認為 你歐盟的什麼 意識時間太陨藏了 沒有效率 它倒也並不全然的什麼 沒有效率 就是這個時間 被迫拉上 因為你要協調到 大部分 我們剛才講說 過半雙重多數決 同學思考它 那要協調多久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間 真的是拖得比較長 所以這個呢 也是什麼 歐盟地區 它的老百姓 對於歐盟的能力質疑的一個重點所在 同學注意到這一點 這一點 好啊 那這基本上什麼 大概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 歐洲呢 這麼多 28個會員國 對不對 每一個國家的政黨不一樣啊 對不對 有些個國家 100多個黨 有些國家什麼 可能只有50幾個 或者是兩三個大黨 對不對 其他小黨更沒辦法發揮影響力 那但是拉到議會層面來呢 歐洲議會 那朋友注意看 你要這麼多黨 在歐洲這個層面運作的話呢 那一個國家的 某一個黨去單打獨鬥 別的不說好了 選舉的時候 如果像台灣這樣子 到處擺脫 吃飯了 那也可以吃死人啊 對不對 你要擺多少 多少餐給大家吃啊 你要到28個國家去辦 那不是搞死人啊 對不對 所以他透過黨團的運作 那什麼叫黨團呢 舉例來講 環保大家都熟悉了 所以歐洲大概大部分的國家 都有綠黨 對不對 一聽到綠黨 大家是馬上就知道 這跟環保有關係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只要和環境有關係的 在歐盟裡面 大家就合組一個黨團 就叫綠黨 那當然舉例來講 可能德國的綠黨呢 他的標準比較偏 那可能法國 或者是保加利亞 這綠黨的什麼 可能要求的沒這麼高 那但是再怎麼樣 你們什麼 你們就是處理環保的嘛 對不對 那你舉例來講 保加利亞的綠黨 他在歐洲議會裡面 單打獨鬥 同一下台 他能得到幾票啊 他可能是其他27個國家 還沒跑完 人家投票都投完了 對不對 所以你屋實來看的話 是不是大家 所有的環保相關的政黨 在歐洲議會裡面 大家組成一個綠黨的黨團 這樣運作起來 是不是會比較什麼 別的不說吧 團結力量大嘛 對不對 雖然你可能 你德國要求的比較高 那你法國可能 沒要求那麼高 因為你們注意看喔 別的不說 以核子反應爐 核能這方面 的確不同國家的綠黨的標準 是不一樣的 舉例來講 日本的福島危機爆發了以後 德國馬上什麼 在輿論的壓力之下什麼 和福島相關的什麼 那個反應爐 因為我們知道 反應爐也有不同的機型嘛 對不對 和福島機型相關的 在德國立刻關閉 看到沒有 那法國我幹嘛關啊 對不對 我這靠怎麼賺錢 我還賺得頂高興的 我幹嘛關啊 德中斯綠黨啊 對不對 綠黨要處理的問題啊 但是你不同國家裡面的標準 不一樣啊 對不對 民情也不一樣嘛 對不對 但是大方向一樣的話 我們還是組成綠黨來 在歐盟這個層次運作 是比較什麼 效率會高一點嘛 對不對 因為同學注意看喔 德國最近什麼 當時梅克爾 在這個福島危機 爆發以後 把所有的什麼 相關 在民意的壓力之下 所有和福島機型相關的 核子反應爐 通通關了 那現在什麼 同學看到沒有 這些核能電廠的什麼 負責相關的什麼 公司 就告德國政府啊 你一夕之間什麼 把我關了 朋友有沒有注意到 那意味著什麼 羅宇辰 嚴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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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童分嘛 請說 因為我們大家都很爽啊 啊 核能電廠關了 名義嘛 這是一方面的名義喔 那另一方面的名義 現在來反撲了 我是核能電廠的老闆 我是核能電廠的老闆 你們幾個說一系之間關了就關了 那我呢 我在這邊投資社也是你們同意的 對不對 朋友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這也是今天很多國家面對的 你民粹 你這邊影響力增加 那你這國家的 甚至我們台灣現在也一樣啊 你勞工要求這個要求那個 朋友注意看 資本家或資方 那我的權益呢 誰顧我的權益 老師已經幫你講那麼多了 還沒想起來 你覺得這些核能電廠的老闆會怎樣 啊 顏銅芬 還沒想出來啊 那如果你是核能電廠的老闆 你怎麼辦 你就說關了 我好爽 我也跟著一起關了 還是怎麼樣 同學切記喔 核能電廠是不是高科技啊 高科技的相關的公司 在議會民主體制之內 它能是弱勢嗎 老師都已經提醒你這麼多了嗎 還想不起來 林餘英 請說 那你覺得這個什麼 老師已經提醒了啊 他就去告他政府啦 你覺得法官怎麼辦 資本家也是民意裡面的一環啊 對不對 不是只有勞工才是民意啊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啊 資本家也是民意啊 他也是老百姓啊 對不對 不是只有工人才是民意喔 資本家也是民意的一部分啊 那你點頭點頭之後呢 許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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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維銘 好推 注意看啊 資本家也是民意啊 而且他的影響力什麼 是超過勞工的 對不對 所以德國這些核能 核能公司的老闆呢 去告他們的政府 德國政府 那現在法院判下來了 的確他也是民意的一部分 而且當時什麼 我各項的投資是合法的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一系之間什麼 就等同奪了我的財產 更重要的 哇 一樣 你奪了我的工作權 聽清楚了喔 資本家也是要工作的 看到沒有 你一系之間你爽你關門的 一系之間把我的工作權給我奪了 那你不要承擔責任嗎 聽清楚喔 所以同學千萬不要以為 只有勞工才是民意 勞工才要工作權 資本家也要工作權 資本家也是民意喔 董老師的意思吧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綠黨本身什麼啊 同學注意看 這重視環保的嘛 對不對 你不能只是看一邊呢 你即便重視環保 你兩邊也要取得一個平衡點啊 所以 講得更具體一點 資本家在綠黨裡面的影響力 也不會小的啊 同學千萬不要以為 因為台灣現在有一個民意 好像都覺得說 哇這個有核能電廠是不對的 或怎麼樣 那但是 資方 和能電廠的老闆資方 他也有他的論述啊 對不對 而且他下面也雇用一大堆員工啊 那這些員工的工作權 也不能一系之間被翻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注意到這個情況 好 今天討論到這個地方